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很多国产手机早已放弃功能机的情况下 TCL较为依赖功能手机 导致TCL难有技术机的欧洲手机出货量下跌最大的中兴手机 由于尽量影响 业务难以开战 今年5月份 中兴手机的出货量不足百万部 仅为91万部 让人唏嘘 曾经中兴手机是国产手机的老大 2010年前后 中兴手机的出货量 在国产手机中没有对手 一度杀入全球前四 然而 由于对手机投入不足 掘取过多 过于依赖低端手机 导致其在技术方面落后 5月份出货量紧排国产手机第八 5月份国产手机前八海信通过发力线下渠道 5月份出货量为54万部 经历出现财务累积后 经历原有的渠道商 不得不另谋生路 尤其选择代理海信手机 这也让海信手机成为名价 出货量极深国产手机前十 排名第九 从5月份的数据来看 海信手机已经领先魅独 魅独这个月出货量为51万部 蓝绿兄弟一家排名国产手机第十一 5月份出货量为43万部 天龙移动排名第十二 出货量为42万部 卢比亚以37万部出货量 排名第十三 百厘丰排名第十四 出货量为34万部 赛博与华出货量为32万部 排名第十五 锤子排名第十七 出货量为26万部 尾图排名第21 出货量为20万部 小辣椒衰落 出货量仅为19万部 排名第22 作为仅为11万部 排名第25位 可以看出 很多中小品牌 红火一时 迅速又衰落 小辣椒 作为 百厘丰等都是如此 而像美图这种以美颜噱头的 市场也比较小众 难有空间 文徐上风